你好 我是奥古特国际人才培训中心 陈于君 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商务礼仪全攻略 一起提升职场应对技巧与专业形象 那大家都知道在职场上 礼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在我们的专业被看见之前呢 我们的礼仪呢要先能够展现出来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课程中会带大家从 商务礼仪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尝试 以及如何应对到接待跟互动社交礼仪中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 既然礼仪这么重要 礼仪的内容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走进礼仪的世界 礼仪呢包含了 食、衣、住、行、遇、乐 那大家应该不陌生 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食当然就是用餐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呢 会以中餐以及西餐为主 一包含服装礼节 我们怎么穿才能够合乎服装礼仪 以及穿着的原则应该如何去打理呢 住我们在拜访客户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注重什么样的一个互动细节 行呢就是在接待 好在此次的课程中 接待呢我们会讲到应对礼仪的称谓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在称谓中如果能够合一得体 自然在接待过程就会流畅顺利 育呢就是社交礼仪 当然就是交换名片跟握手了 在疫情之后 我们的这个握手礼 开始依然是国际礼仪的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在育的时候呢 育的这一个课程会跟大家讲到握手 以及交换名片的礼节跟竞技 育就是我们讲到的应酬互动 好那应酬互动中我们的交流 说话要如何有浅入深的互动 在这次的课程里面也会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在开始之前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陈宇君也可以叫我Lisa 我在国际礼仪呢跟形象管理部分呢 有将近十年的经验 在国际礼仪呢大家都觉得像是一把尺 好但是呢在我的想法里面呢 在经由北欧奥古特的讲师认证 以及德国来英国际礼仪的认证之后 我觉得礼仪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息息相关 像是一把尺你觉得它是规范 但是这个规范呢却让我们可以更合一更自在 那在形象管理的部分呢 在沟通色彩学的形象顾问师 我做过许多的个人咨询跟企业形象 专业形象的培训课程 我发现人们往往都流于忽略掉我们穿着的重要性 有时候颜色的选择你可能不太理解 但是我们穿着的和声度 跟穿着的一种呈现出专业的感觉却容易被忽略 因为每天呢我们穿衣服都流于自视化 有时候呢到了不同的场合 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 甚至天天到公司 这个跟在家里感觉好像很长的时间 可是我们会发现 穿衣服要因地置疑 到了公司就要有商务专业的形象 在平常的活动或家里 我们自然可以轻松的去应对 所以呢在我受课以及个人咨询将近十年以上的经验中 我发现许多受到职业升迁的障碍 或者是在交易成交的时候的关键 很容易因为这一些礼仪或者个人形象 呈现出专业感不够的这种情况 而遭到的一个困扰 所以如果您也有这样的困扰 在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会从职场的商务礼仪 以及形象管理如何呈现出专业感 让我们的专业能被看见 在这一些内容中呢 让大家在职场上 不管是升迁 不管是洽谈拜访 我们都可以合一地呈现出来 这堂课的礼仪内容呢 有三大部分 第一是职场的形象管理 打造完美的第一印象 跟社交礼仪的姿势片 就是指我们的肢体语言 在这两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静态礼仪 我们还没有说到一句话的时候 如何让对方觉得我们有理 呈现出尊重的观感 那在社交礼仪谈话片里面呢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到 我们在说话中 如何避开反感的话语 能够跟人际关系呢 更为精进 这些反感的话语呢 如果可以避免掉的话 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关系呢 就能够更融洽 第二是职场的互动礼仪 在我们职场的应对中 如何称谓对方 是什么样式有理的 在内容中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电话的应对礼仪 大家知道职场上 电话是我们的第一线 我们还没看到对方的时候 我们的说话以及内容 如何应对合一 是非常重要的 会议礼仪 如果您今天是与会者 或者是您今天是主持人 这时候里面的礼仪细节 跟会议的流程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如何去掌握 那还包含商务信件 接待客户 访问客户的礼仪 这就是我们的商务互动 好在今天的内容中 都会跟大家讲到 如何互动才能够合一 第三叫做商务的社交礼仪 我们在进入陌生的环境 一定觉得很紧张 我们如何优雅有自信的进入 在课程中会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以及在握手名片的交换中 如何有礼 了解禁忌是什么 避免不要踩雷 那在社交互动中一定要说话 如何的说话 有潜入深的交谈 之后若您又有参会 参桌礼仪的交流技巧 也是在商务社交礼仪的 这一个章节中 会跟大家分享到的重点 那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课程吧